现在正是樱花季盛开了季节 台中北屯区大坑步道 最吸睛的就是在10号登山口的山樱花 桃红花瓣搭配金属黑色枝干更显娇艳 而观音亭绽放的九重阁一样抢眼 纯天蓝的构图美景也意外成了另类网红 近期的大坑步道有不少的樱花绽放 真言斗艳 但最吸睛的非常莫属 吸引大批民众慕名而来 大家好 我是从上岗过来 开发时间不是很长 我知道 所以在网络看到就跑过来看 你好 我是从韩国来台湾的 我觉得台湾的大坑很美 因为还有春天的时候开的花让人心打开 这个山樱花看起来真的让人家很心旷生意 然后我觉得因为今天天气又很好 然后也有很凉的微风 所以就是跟好朋友一起来爬山 心情真的是很好 因为走上来就看到刚好这一颗特别的亮眼 然后我们就是一看到就非常赏心悦目 山樱花又称为飞寒音 桃红色花瓣搭配略带金属光泽的黑色枝干 华丽的揭开春天序目 华丽的揭开春天序目 举起手机拍照 pose换了再换 在蓝天白云的陪衬下 站在十号立牌及山樱花中间 花瓣清飘而下 超有feel 网红打卡点秘境还有这一处 转个弯来到观音亭旁的小公园 散型的三米高九重格一样超强眼 在铜售荡秋千和当杠中间树立着 随手一拍别有一番复古风情 很漂亮 因为现在刚好春暖花开的季节 所以整个樱花还有九重格都绽放得很漂亮 然后看到心情就觉得很愉快 树下登山客流连徘徊 只为了多看两眼 台中北屯大坑步道 纯天兰的构图美景 也意外成了另类网红